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提案要求把中概股强制退市的截止期从三年缩短了两年 从2023年开始就可以强制中概股退市了 因此现在大多数分析认为根斯勒属于强硬派 而他又是中美监管谈判的关键主 他的表态导致市场产生了悲观猜测 那中美现在就中概股问题进行激烈争论 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无论是中美监管谈判还是外国公司的问责法案 都在争论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执行跨境审计 所谓中概股就是到大陆之外的证券交易中心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 除了香港地区之外 中国大陆企业海外上市的地点高度集中在美国 现在媒体说到中概股 基本上就是指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群体 作为上市的基本条件 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要承诺 要定期接受外部独立审计 这一原则在全球的股市都是通行的 早年企业上市基本上都是在本地股市 肯定是服从本地的审计规则 但是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 跨境上市的情况越来越多 就出现了审计管辖权问题 独立的审计机构监督上市公司 而独立的审计机构也需要监督管理 一般就是国家或者本地行政地区的监管机构 给审计机构设定标准 划定工作范围确认责任 当出现了跨境上市跨境审计问题的时候 审计监管不论能否行使成立管辖权 能否把监督权延伸到另外一个国家 这是所有国家的新问题 过去类似事件不多 不值得为此举行严肃的外交谈判 所以各国都保持了一定默契 模糊处理了监督权 有双方都认可资质的独立审计机构 出具了审计报告 就允许企业上市 但是为了应对新时代财务丑闻 2002年 美国立法大幅度加强了企业审计的强制要求 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监管要求拉开了差距 所以管辖权的矛盾开始暴露了 现在说起中美经济方面的谈判 大多数人的回忆都会追溯到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 但是中概股审计的监管权争议问题 并不是贸易战之后才出现的 而是十几年之前就列出中美谈判列表的老问题了 根据公开信息 中美跨境监管谈判最早到2007年就开始了 2010年前后 当时的中概股集中爆发了一批财务丑闻 审计监管问题受到了双方高层重视 2011年首次被列入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12年 SEC为了施加压力 公开起诉了多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部 当时媒体就盛传 如果谈判不成功 中概股可能会集体送美国退市 经过初步谈判 2013年5月 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委员会 签署了合作标诺 暂时达成了一些谅解 但是一直到今天双方都没有解决监管规则的根本矛盾 很多媒体都报道过 中美的审计监管合作上的关键争议点 在于审计底稿能否出境 审计底稿是会计独立审计的基础 包括了企业的核心信息 很难作假 因为以往多次的财务丑闻中 出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共同勾结 隐瞒负面信息的情况 所以美国制定萨莫斯法案 授权SEC可以检查所有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 中国法律并不反对审计底稿出境 因为商业活动本来就要涉及到信息交换 如果不允许交换商业文件 就没法做生意了 但是因为部分上市企业 可能拥有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的数据 中国认为应该基于个案逐一审核批论之后 才能允许底稿出境 而美国方面认为 既然是你主动来美国上市的 那就应该无条件把底稿拿过来看 从中美双方的表态来看 中概股审计本身不是原则问题 只有一些技术上的障碍 只要双方愿意妥协 就可以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规则 但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始终很强 所以谈判中出现了更多的对立情绪 美国强硬派发现 放出大多数贸易战政策武器之后 美国既没有占到明显的好处 也没有给中国知道足够的经济压力 所以必须做出更严厉的施压 在这个背景下 2020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而特朗普在已经败选的背景下 快速签字通过了这个法案 该法案生效前后 中概股集体暴跌 这很有可能给了美国很大信心 认为终于抓到了优势项目 从已知消息来看 在之后近一年多的谈判中 中方做出了妥协的姿态 但是中方越是妥协 美方的态度越强硬 要求必须全班接受它的主张 所以双方很难达成最终协议 不出意外的话 SEC和根勒斯最近的表态 又是新一轮谈判的施压手段 希望中国为自己看中的中概股问题 放弃更多的东西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刷范的确有可能无法达成 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导致中概股被迫从美国全面退市 但是刷范还有足够的谈判时间 同时美股也进入了十年未遇的熊市 仍然面临大幅加息的压力 美国统治集团如果用恐吓市场 压制股价的方式增加谈判筹板 恐怕也没有把握控制住金融冲击的后果 所以中国谈判代表还可以多一点耐心 就算中概股真的被迫全面退市 美国付出的代价未必就比中国小 平时上市企业主动退市 就必须收购所有的公开上市股份 被称为私有化 为此免不了要接受股东开出的更高价格 中国互联网在美上市第一股的新浪 2021年私有化退市就立刻激发了股价上涨 提高了收获成本 但是如果美国用外国公司问责方案赶走中概股 中国企业就不存在强制回购流动股份的义务了 而暂时冻结的股份变现能力下降 价格下跌 损失只能由美国投资者自行承担 至于说企业自己并不一定怕退市 就算没有低成本股权融资渠道 只要企业已经度过了创业期 退市并不影响企业保住现在的资产 美国SEC和其他机构应该明白强迫中概股退市的成本 所以现在的强硬谈判条件并不一定能够持续很久 中国应该保持更多的谈判定理 其实不仅美国有质疑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声音 国内也有争议 有人认为大批中国重要企业去美国上市 中国经济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收益 因此没能留在国内 非常可惜 还有人担心中概股在美国上市 可能会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 那中概股为什么要顶着中美两国的反对意见 去美国上市 为什么中国官方也要积极为国内企业在美国上市创造条件呢 中国政府看得很清楚 中概股去美国并不是看中美国本身 而是看中了全世界的资金 美国只是一个最便利的融资窗口而已 腾讯和美团就选择了另外一个窗口香港获取融资 中国过去十几年实体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就要差多了 能够提供的服务明显少于美国 根据蒙特尔三角原则 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做到独立货币政策稳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项 中国过去长期坚持了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 就等于放弃了资本自由流动项 所以外资不能随便来投资 同时在国内 我们的金融系统始终以传统银行业务为核心 国家不断压制资金过多的投入金融游戏 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有一笔必有一笔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金融系统不愿意冒险 只习惯给传统产业固执定价 却是不熟悉新兴产业 从历史上来看 新兴产业早期风险都比较大 很容易破产 互联网产业更是有一个盈利期普遍很晚的特征 而且缺发实体资产 按照传统的固执模式 很多明星企业一文不值 所以互联网企业国内融资很难 京东在美国上市前后都是年年亏损 阿里一团也有很长的亏损周期 京东物流过程连续亏损了14年 市场现在给它2000亿固执 如果都按国内规矩的话 三年盈利才能上A股 这些企业恐怕只能做假账了 现在有人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 说这些优质企业不该出海 这种话10年之前说才有意义 如果在他们需要资金的前期 国内的金融市场用钱投票 给这些企业提供了足够的融资机会 他们当然可以不去美国 但现实就是他们10年前的国内拿不到融资 但是国内也不可能立刻就为他们修改融资规则 新兴产业的失败率极高 高比例的投资会变成坏账 国内的股民和国有基金 还不适应互联网水平的风险 所以只能让大小互联网企业去找境外的投资者 转移一部分风险 也转移一部分收益 美国是世界科技中心 孵化了过去100年大多数革命性的产业 最丰富 他们很愿意查看中国互联网市场 寻找字面意思上的潜力股 相比之下 香港虽然距离中国大陆更近 但是香港聚集的投资者并不擅长评估科技公司 所以互联网大公司还是优先选择了去美国上市 现在互联网产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国内的金融机构也逐渐有意愿向他们投资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支持中概股去美国上市 目前还有很大必要 因为中国依然需要定向投资的外国资金发展国内经济 新世纪以来 在全球化的马太效应下 美国金融优势是越来越强的 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的相对落差重新扩大 很多传统资源再次向美国激动 比如说上世纪伦伦股市还有新企和美股经济一下 甚至东京法兰克福巴黎的股市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如今和美股相比 这些融资巨道已经完全不值一提了 混入了全球资本之后 美股的最大优势就是流动性的 某些大型企业需要具有融资才能成功上市 如果贸然进入流动性不足的股市 很容易造成鲸鱼泡鱼缸的效果 而美股现在就像大海 融得下人类目前所有的大企业 有A股经验的观众都知道 在巨型公司上市前后 A股的整体股价都会受到扰动 2014年按理期间IPO 一次性就融资250亿美元 短时间吸走那么多的资金 很有可能造成市场出现流动性问题 A股现在已经是全球市值第二的股市了 它都解决不了新型大企业融资问题 其他的股市便更吃力 我们只能去美股 没有足够的流动性 即使能够维持住高股价 也没有多少亿 反而可能造成市场扭曲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 尼日利亚首富丹哥特的企业 在尼日利亚股市占了一半的市值 但是它的估值出了尼日利亚 恐怕就没有几家银行会承认了 美国现在要打压中央股 一个原因也是发现 中国企业通过美股 势力接触了全球资本市场 获得了规模大成本低的资金 反过来和美国的嫡系企业 展开了激烈竞争 有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观众 应该都听出过三座大山 IOE IBM的服务器 甲骨文的数据库 EMC的存储服务 这在技术方面 一度是不可替换的基础设施 考虑到国家信息安全 和扶持国内产业 很多年之前就有人呼吁 要求去IOE化 为此国家花了不少钱 建设了多个试点工程和高期项目 始终动摇不了IOE的统治 2021年 优储银行发了一个 单一来源采购公式 根本无法替换 最后改变尴尬局面的中国企业 出现在之前政府工人 完全没有想到的新领域 阿里云 华为云 通过处理企业数据的锻炼 显得完全可以和外国供应商 比质量 比服务 更敢于比安全 这些进步 动力恰恰是从美国融到的廉价资金 到了2021年 阿里云已经稳定进入了 全球云计算三强 而就另一家机构统计 华为云和腾讯云 也排到了全球第五第六位 在中国IT企业打出希望之前 阿里云曾经连续亏损了12年 直到去年才实现了首次年度盈利 这种丧心病狂的烧钱方式 必须依靠美股今后无限的融资能力 才能实现 过去我们的节目经常提到一个事实 就是最近十几年 全球大型经济体 只有中国大陆和美国 有明显的经济增长 再加上严重异负于 大陆和美国的韩国和台湾 两个中型经济体 这个现象背后的最大原因 就是基本上只有中美 和附庸于中美的经济体 吃到了互联网引领的新产业红利 在十几年前 中国的整体产业结构 还处于全球偏下一个位置 甚至还落后于很多新兴经济体 与欧洲日本的差距更是只能仰望 现在中国在新产业发展上 反超了大多数老牌发达地区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金融方面的前置条件 显示海外上市融资 补充了国内新兴产业风险投资的不足 创造了新四大发明之类的新基础设施 海外上市之后 有的企业股价上涨很快 让美股股民赚到了钱 但是更多的中国企业 从上市之后就没有暴涨 只有连续下跌 收了美国人的钱给中国人试错 这客观来看 可以说是美股股民出钱 中国锻炼技术 建设了基础设施 耗了资本主义的羊毛 要是美国的监管机构 一定要打破谈判默契 用强硬的条件逼中外股退市 让美国投资者低价卖股 这个双向好羊毛的游戏 这真的有可能变成了 中国单线好羊毛 现在中国又处于 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候 为了保证国内的产业升级 有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短时间内 中国不太可能推动 资本项目的全卖开放 免得外国资本大金大出 甚至会制造另一轮房地产投机绕潮 但是中国同时还希望 企业能够利用全世界的低成品资金 所以只要有机会 中概股出海建成应该还会要继续 从实践来看 国家并不在乎一些重要企业 把部分股份卖出去 只要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和关键基础设施和主要投资收益 都留到国内 就可以说是中概双赢 但是中国还要从中 拿到更多的发展实力 所以中国一直希望 保留中概股的出海通道 总是任人对待监管协议谈判 这些金融操作 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扬谋 美国应该也知道中国人的意图 所以现在提出了 强硬的谈判条件 那中概股会不会成为 中美斗争的软肋 美国人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知道中概股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好处 所以不仅认为这是软肋 甚至觉得中概股促成的经济增量 是他们拿到的人质 绑匪劫持人质 目标从来不是杀死人质 而是换取让步条件 这就像中美贸易战 美国真正目的不在于解决贸易议差 谁都知道解决不了 美国只是想逼迫 中国对它的优势产业全面开放市场 同时希望中国在经济层面之外 对美国也能低头退让 中概股监管问题 现在也已经偏离了技术条款本身 中概股对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推动作用 以及互联网产业对中国的意义 我们自己看得到 美国当然也看得很清楚 他们当然很清楚 中概股包括了一大批中国非常优秀的企业 2020年中概股高峰的时候 已经接近2万亿美元的市值 相当于中国同期GDP的10%以上 他们的正常经济和发展 对于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 所以美国才把中概股当成了 中美经济战的亲切优势点 在贸易战没有得手之后 美国就挑起了监管战 但是人质或者软肋本来是双方面的 中国当然担心失去融资渠道 担心经济发展方慢 但是美国方面也会担心 美元基金遭遇不可挽回的损失 以美国政界现在的对华气氛 如果真的认为中概股对美国必大于利 早就直接立法强制驱逐了 不需要在审计监管上找借口 而且他们现在还留下了几年的缓冲时间 这说明对于中概股 美国的真实态度也是想最大好的利用 好在中国还有一些替换选项 所以中国的软肋并不算很致命 不至于让步太大 表面来看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都说希望中美能够尽快打成监管核索协议 但是私下里大多数企业 已经在做万一的准备了 目前最被看好的防御手段是策划双重上市 主要的目的地是香港 注意所谓双重上市和二次上市并不完全相同 两者都要在第二家资本市场上市 但是双重上市必须是把两个资本市场 都作为第一上市地 二次上市则不一定 但是二次上市成功之后 改为双重上市这也比较方便 双重上市在二十世纪流行过一段时间 它的优势是能够越过市场分割 增加股票流动性 但缺点就是要同时遵守两个资本市场的规则 合规成本比较高 当资本全球化势力的时候 双重上市的意义不大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单方市场滥用了监管权 随意提高了合规成本 所以双重上市又有比较优势了 如果能够在双重上市的时候做好安排 企业在不同交易所流通的股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即使上市的时候没有 通过修改章程也可以重新安排 这明显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融资选项 作为少数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金融业的资本是极为可观的 现在依靠大陆提供的经济支持 香港股市进入21世纪之后 是唯一在国际IPO业务上 还能够和美股有一定抗衡的竞争对手 去年11月 港交统发布了新规则 简化降低了双重上市和二次上市的资格 为中概股全外回归做好了法律准备 去年 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就以美国香港双重上市的方式上市了 近期又有知乎贝壳几家中概股完成了双重上市 另外包括体型上极大的阿里和京东在内 还有十几家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 这也为必要的时候转换上市地打好了基础 其中阿里集团2019年在香港二次上市 成功募集了112亿美元 京东2020年二次上市也募资300亿港元 这显示香港股市的流动性 引用了接纳阿里京东这些巨型公司的基础 任何市场都有一条基本规律 一旦有竞争 哪怕是有一定差距的竞争 霸王餐就不太好卖了 如果中概股在美国退市的同时 就能无缝切换的其他地点上市 同时也是流动性很强的大型交易所 那损失就是可控的 反而美股因为中国公司全败退出 最重要的全球化招牌就会失去一大块拼板 前面我们提到过 美股确实是当今全球效率最高 对科技股估值最准确的直接融资市场 所以只要有可能 绝大多数中概股还是会赖在美股不走 但是归根结底 股市的真正根基还是上市企业本身 资本来是冲着优秀企业来的 而不是爱某个股市 美股强大 是因为它发挥了本土的投资经验之后 擅长撮合全球的资本 投资全世界的优秀企业 但是如果美国出于非商业原因 迫使大批企业出走美股 而且这些企业还有共同的趋向 很有可能部分资本也会跟着一起跑掉 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美国统治集团绝对不允许它受损害 所以就算中美的实体贸易方面有摩擦 但是在投资监管谈判上 中美极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还能达成妥协 双方各个一个体面的台阶 让中概股继续在美国上市 不过中国监管部和中概股多造一些筹码 预备好转移战地 在当面谈判和背后的一支比拼的时候 就能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甚至可能给美国政客提供一个更短的下台阶 从这个角度分析 不仅是香港股市 国家还可以考虑 内地股市也支持公共概股 以双重上市二次上市的方式回归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所谓投资 就是通过融资赋予企业购买更多财富存量的能力 让企业拥有更多组合财富的选择 去创造财富增量 中国刚刚完成了工业化 自然资源也不算丰富 虽然中国企业很善于创造财富增量 但是在财富存量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欠缺 所以在很长一个阶段之内 我们有向国际资金融资的需求 反过来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创造财富增量的能力不足 他们的存量资产 希望能够找到经济有活力的地方 去分享增量 这就是国际资金投资中国企业的动力 一边有需求 一边有动力 但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金融波动的风险 暂时还不希望彻底放开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中国优质企业需要去海外上市 这是暂时的自由选择 将来中国财富存量多了 投资者对风险有了更理智的看法 中国企业可能也会更多的选择在国内上市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眼下还有必要寻求海外上市的窗口 用更大的增量来填补国内的存量 希望中国大型创新企业 优先在国内上市的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 好 462期税先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 随后我们会发在税先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我们周二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